大家好,我是黎 今天帶來大家,想拍攝夜景 因為十二月,現在開始聖誕,很多燈飾在這裡 近一點,我離開家不是很遠 來到葵坊,新都會廣場那邊 都有一些燈飾在這裡 今次我打算用少許技巧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用相機的機頂燈 即是說原裝的機頂燈,去做一個補光 拍一拍後面的背景 這個背景,大家都看到,燈光不太強 燈泡比較細小 變成出來的效果就沒那麼理想 但如果你說大型的燈泡,它做出來的 所謂叫景深的淺景效果可能會好些 今次我帶了這架Nikon D750 配置標準鏡,就是50mm標準鏡 而它的光圈可以最大到1.8mm 但有些朋友可能未必有這麼大的光圈 大部分都可能是一架無反相機 配一支所謂標準的Zoom鏡 即是由大約18mm至55mm 當我們去拍人像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在這裡 我打算用人像的方法去襯托後面的背景燈 基本上我們最好都是用一些人像鏡 人像鏡可以在85mm或者到135都可以 但如果是135就會離開很遠去拍人像 因為通常我們拍人像都不會用全身去拍 多數都是半身的 今次我帶了一支50mm來 我預算都會拍半身相片 就吃了後面的燈光 出來的效果看看有什麼變化 好了,除了這件事 首先我早前有一輯我都講過一下 我們在晚上拍燈光照的時候 要配合一些色溫的問題 如果你說我們就這樣什麼都不管 就這樣開了一支閃燈 以及我們也不做一個色溫的效果 就這樣用一個Opto的色溫 通常拍出來的照片都是不漂亮的 所以今次我都要提醒大家 都是分享 都不要提醒 其實都是分享出來給大家聽聽 今次就是需要做一點設定 我們才去拍照 首先我要講講相機怎樣去設定 通常我們很多朋友都是教了去program去拍照 例如拍攝的模式 通常很多朋友都是用A mode 或者是快門先決 或者是用program mode去拍照 今次我都不例外了 都是用一個光圈先決的拍照模式 因為我想做一些燈光出來的淺景效果 就會用一個大光圈來拍照 那我就設定了這支鏡最大就是1.8光圈 那我就會用1.8光圈去拍照 那在快門怎樣去配合呢 基本上我們如果令了1.8光圈 光圈先決 它的快門就會自己調節 好了還有一件事 在ISO那裏 因為現在新的相機 ISO都會提升得很高 即是說去到3200 顏色都很漂亮 還有光的noise都不會很大 但是我就不想 我早前都說過可以用一個 所謂OPTO的ISO去拍照 但是今次我就不想用OPTO的ISO 把ISO設定到大約800 我預算800 那我稍後會再看 但是為什麼我不會提升到它這麼高呢 因為如果提升高了 就那些noise比較大 是不是 好了 因為現在現場的燈光都OK的 都算幾強 都OK的 看來起碼燈光都不會太暗 還有我配合1.8光圈 應該是足夠的 大家很少機會都會 刻意帶一支腳架來 因為如果帶腳架來 通常都是拍夜景慢速才會用 多數都是手持 但是我一個人去拍 我一定要帶一支腳架出來 好了 除了這件事 就是這個色溫 如何調校 早前我也說過給大家聽 我們可以有一集 介紹怎樣去做一個色溫 即是用手動去做一個色溫 怎樣去做法 其實我之前做了一個DIY 大家看到了 這塊類似發布膠很軟熟的 很軟熟的發布膠 先做一個現場的色溫 做了現場的色溫 再配合一支閃光燈那裏做事 我們怎樣去做手動色溫呢 每隻機都不同的 因為我這隻機比較方便少少 那我就選擇 因為它有幾個手動設定的色溫給我們 基本上我可以設定 假設第一 我就hold著它 就在這裏拍一張照 就這樣對著它拍一張照 那它就 即這個focus 如果不中它都照跟我們做的 做完之後它ok了之後 你會看到現場的色溫 和你opto的色溫是有分別的 如果我們不用手動色溫去做 就這樣用opto的色溫 你會拍出來的顏色 因為燈光照片 可能都會偏黃了和偏綠了 所以就不是很漂亮 所以我們要做它白一點的顏色 令到照片出來的效果 就會更漂亮很多 和那個燈光的效果會出來 因為如果偏黃偏綠這張照片是不漂亮的 和我們再配合一支閃燈 那支閃燈還有一些技巧的 你未看過之前那一集 我都說過拍燈光照的時候 那個閃燈的色溫 是需要配合現場的色溫的 好了 因為我們現場的色溫已經做了白平衡 是不是 做了手動白平衡 這樣就將令到現場的黃 或者綠的顏色 就把它調節回 就比較白一點 即是加藍下去 做白一點 好了 跟著我們那個閃燈那裏 基本上那個閃燈 就這樣打出來 就是大約是5千5K至6千K 但是我們做了色溫之後 它的K數這個環境 應該大約是3千K左右 變成兩個就不合適 所以我們就在閃燈前面 就要加快這些橙黃色的膠片 橙黃色的膠片 我也有介紹過的 你們可以看我前幾輯 應該都幾個月前介紹過了 這些膠片可以把閃燈在這裏 就放一張膠片在這裏 這個膠片其實我現在已經剪了一塊很細塊的膠片 就黏了下去了 不需要我再拿著了 如果大燈來講 我們就這樣黏著它在頂燈上 現在這支頂燈就不需要了 好 講完這件事 很多朋友問我 這支頂燈其實夠不夠力去覆蓋到這個範圍 通常這支頂燈 看下你什麼機 如果我這些單反相機 它那支頂燈比較高 可能有12個 如果你說有些無反相機 就未必有那麼強 變成距離不可以走得太遠 所以配合每隻機種都不同 而我這支頂燈 我大約可以覆蓋到10呎都可以 但是我這次離開大約四至五呎 拍一張人像照片 所以就是足夠的 還有一件事 我們去拍這個現場燈光照 基本上我們首先不需要下燈 不需要下燈 關了一支燈 做了一個白平衡之後 我再講白平衡 做了白平衡之後 然後才開一支燈去拍照 好了 我們現場因為拍這張照 我都是設了去光圈先決 快門就給它決定 那個ISO固定了它 我們先拍一張照 這張照 假設我現在 我先開了一部相機 假設我拍了這張照 這張照 現場的色溫都適合了 我召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到現場的顏色 那個曝光都很接近 做完這張照 我們就可以開一支閃燈 開一支閃燈 就可以做一張去拍人像 我趁現在看後面有人 暫時有人我就不拍了 好吧 我們講回色溫那張橙黃色的照片 如果你真的假設你不下 你做了現場的環境 是因為加了藍下去 因為本身是黃的 黃和紅的 變成它做完之後 它是將它的藍提升了 如果你不下的照片 你就這樣一閃閃過去 它就做一張照 你的臉就偏藍了 因為兩個色溫不同 所以就夾不到 現在都要等它的朋友走開 街坊走開我才拍一張照 今次我也有帶過遙控來 就是自動對焦 試一試我拍一張照 現在他們走開了 我距離大約四尺左右 我拍了一張照 我先看看 我再拍一張 可能會比較近一點 我再拍一張 對焦方面 對焦方面我未必那麼準確 好了 現在都拍完了這張照片 我們看到效果 我現在這裡看到 我放上去 你們大家一起看到 因為它 我剛才說 它後面的燈光 就比較燈泡是很小顆的 所以出來那個 我其實就是想做到一個燈泡 有波波的效果 因為我們拿盡光圈 通常我們想做到這個燈光 有一個波波歐風的效果 基本上我們 即我是主角 我站在這裡 盡量不要走那麼遠 因為如果走遠 我試一下拍一張很遠的 你看到那張照片 後面的燈光幾乎就 因為那個淺景效果不夠 所以就做那個 那個泡泡 燈光那個層次感就不漂亮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走那麼遠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帶著人像鏡來 好像現在這支50或者85 我們盡量拍到這個位置 就OK的了 好了 除了色溫那裡 我們搞定了之後 我們都拍了幾張照片 是吧 在控制那個閃光燈那裡 我們怎樣去做呢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這個外面 即是很黑的地方 好幸好 因為現在相機 它都是行TTL的模式 那麼基本上 它量度那個距離 即是說燈閃到我這個位 那時候 我站在這裡 閃到那時候 它算出來 就傳回到鏡台裡面 它已經和我們剪光了 都大致上都會準確的 但是有些機 有些無反相機 它可能做的閃燈都做得沒那麼準 即是剪光那裡 會有over或under的 那不要緊要的 其實我們可以 因為它閃燈裡面 都有一個加減EV的 首先你拍的時候 通常都用了0位 即是normal那個位 就那個閃燈的EV機 就是閃燈的EV 不要動它 那就試一試 如果它是比較over的 那你就把那個閃燈的EV 把它減回0.7 或者減回1級 那通常 因為我們 我上次有一集都講過了 那拍這些燈光照 那個主光 其實我們都要靠一靠 現場的環境 那現在現場環境 都有一些射燈射了過來 所以就再襯托這裡的燈光 基本上就可以做一個主光 而閃燈就是做一個補光的模式 那如果用做一個補光模式 我們就不需要那支閃燈 開那個power那麼強 因為如果我們這支閃燈比較強 打到這個面上 很多時候會over了 這張照片就不漂亮 反而就under0.3級至0.7度 那這張照片才會漂亮 再襯托後面的燈光 我不要那麼爆 因為你來到的時候 就做了一張照片 做了那個光暗 曝光值比較準一點 或者under一點 然後再襯托我這支閃燈 再under0.3度 那這張照片才會漂亮 那還有一樣東西 那除了我們去調色溫 光圈快門 ISO那些東西之外 那我們還有一個照片的風格 那我們最好呢 如果拍人呢 我覺得就是用回人像的模式去拍照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 因為始終亞洲人呢 皮膚是屬於偏黃和粉紅 那如果你說會用一個標準一點的顏色 或者用一個標準的拍攝模式 就是那個picture control的標準 就可能會被顏色誇張了 那所以就不用一個印象的模式去拍這張照片 那而雖然後面那個燈光呢 就會可能就沒有那麼搶眼 但是呢 配合了一個人像呢 是比較柔和一點點都沒有問題的 那在這裡呢 我就都介紹了 怎樣去做一個夜間人像 去做補光的方法 最主要就是記住那個色溫問題 就是閃燈和現場的那個色溫 最好盡量配合了它 那就盡量有這麼大光圈 假設你有1.4的 不妨用1.4光圈去拍這張照片 因為呢 我們拍燈光或者是這些這樣的 聖誕燈色的那個相片呢 我們想去吸引呢 一定要淺景效果 一令到後面那些燈 燈泡呢 會比較油化一點出去 就放大 放大了它呢 等它一個波波形的那個效果 那你才會吸引呢 那但是有些朋友 這支鏡可能是 光圈都是最大都是2.8 有時呢它增加到50mm 那時候呢 假設是APS-C的相機 那50mm就等於 差不多是85mm的人像鏡 我們令到盡50mm 好了令到盡 它一跳就跳了去 可能是四光圈的 那四光圈拍出來的效果呢 後面的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呢 我們想它做到一個淺景效果呢 記住 人不要走那麼遠 盡量拍到半身就OK了 如果你說我一定要拍大半身的 那沒有辦法呢 後面那個燈光就未必那麼吸引的了 好了 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那就 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住按下那個鐘 那這裡都講了一段時間的了 那我回去 給大家一些相片看一下 那其實呢 都是拍來拍去都是這個角度 因為我都是 最主要就是教你們怎樣去拍照 都不要講教了 都是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因為我技術都可能未必 未必是一個這麼標準的技術來的 那純粹靠我的經驗而已 好了 下次再見 拜拜